上世纪90年代,他与周星驰、成龙,开启了双周一城时代,他就是我们的发哥,周润发。 1955年,周润发生于香港南亚岛,他辱名叫戏狗,在家排行老三,父亲打鱼,母亲给人做帮拥,因周父常年出海,染上了毒瘾,还欠下了一屁股赌债。 因此周润发从小厌恶赌博,可谁料,周润发读到中学三年级的时候,父亲积劳成疾,一并不起,家里再也没有能力供他继续上学,他就被迫中途辍学,他便早早地踏入社会,寻找工作。 小小年纪的他,为了生存,他先后做过擦鞋小弟,酒店门桶,洗车工,搬运工,照相器材售货员等多种职业。 18岁的周润发在报纸上,看到无线电视演员训练班的真人广告,便与朋友一同去印证。 考试的时候,对于没有任何才艺的周润发来说,考试成绩并不是那么理想,可就当自己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,他凭借自己的年轻帅气,得到担任考官之一的钟景辉的赏识,于是破格录取了他。 在这期间,他结识了同期学员吴梦达,两人也是从这时候起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。 1974年,周润发顺利从训练班毕业,为了引起导演们和无线前辈们的注意,周润发经常把自己打扮一心,站在人来人往的电梯门口,装成一副等电梯的样子。 看到有人来,他就抓住机会打招呼,刷存在感,很快,这位一米八的帅小伙就引起了高层的注意,于是,他获得了担任主角的机会,结束了短短两年的龙套生涯。 几年下来,他的演技日渐成熟,直到1980年,他与吕梁伟,赵雅之领衔主演的《明国神剧》《上海滩》,这部剧一播出就火遍了大件小巷,而里面由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,更是深受大家喜欢。 而那个聪明能干,情深似海,头戴大礼帽,身穿长风衣,围着白围巾的许文强,成为了许多怀春少女的梦中情郎。 周润发也凭借这个角色一炮而红走进了大家视野中,他的事业也是从这时候起一路飙升。 圈内美男年年有,人间难得周润发,这是网友对他的评价,他也是名副其实的香港之子,更是一代巨星张国荣的偶像。 如果说,与周润白拍电影更加是一种享受的话,我更加喜欢。 理由就是,他真是一位超级的偶像,并一位超级的演员,再给点掌声,我心爱的发光。 1986年,周润发在吴玉森导演的电影《英雄本色》,饰演小马哥,虽然只是配角,却经典的让人难以忘记。 辉煌时期,小马哥戴着墨镜,一身风衣放荡不羁,成为了无数男孩心目中的偶像。 骆驼沧桑之时,小马哥孤身复仇,无惧生死,只是想告诉人家,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,符合了很多人心目中对于狭义的幻想。 我失去的东西一定要拿回来,这句话不仅是小马哥说的,也是发哥对自己说的。 当年的发哥陪跑了三界金像奖,等到第四次提名的时候,心态已由之前的求而不得变得非常提名,因为工作紧张的关系。 发哥为仔细打理就来到了颁奖现场,却没想到,这届金像奖的努力正是他。 这位金像奖历史上穿着最随意的努力,就这样开启了自己演技的风神之路。 发哥也用实力诠释了,什么叫能打败我呢?只有我自己,一个个角色的成功,助推他从跳房毒药变成了跳房保证。 1989年的赌神,发哥输着大杯头进场,万人仰视,一副帝王气象,一个眼神就足以迷倒万千观众。 1991年上映的电影《纵横四海》,发哥饰演的风流浪子阿海,坐在轮椅上与红菇跳的一曲华儿子。 潇洒自如,性感十足,尽管他已是当红人物,但是他对每个镜头都是静置静走。 在拍摄《监狱风云》时,有一幕是发哥跃雨,必须跳进一个粪坑,紧盖一揭开,臭气熏天,粪电蟑螂清晰可见。 但是发哥二话不说,直接跳了进去,拍摄《老虎出羹》时,有一场戏需要发哥生吞12个鸡蛋,有人问他要不要提神,发哥拒绝了,将心腻的12个生鸡蛋一影而尽让人静怒。 在周润发事业辉煌的时代,还获得了香港特区政府颁发的《银骨经》新章,他的奋斗经历还被写入香港增决的教材中,成为了首位被列入教科书的演员界人物。 然而在事业上过得如日中天的周润发,但在有些事情上并没有那么的心顺手。 他被好友吴孟达记恨他长达五年之久。 1973年,吴孟达与周润发生了一场戏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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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